最漫长的一日,最温暖的陪伴,每日与主同行,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,伴你成长。 我是阿清。 《以诗帖记》一章十至十三节,十六至十七节,十九节。 在宴会的第七天,涉西斯皇趁着酒庆,吩咐侍候他的七个太监。 请皇后雅实提投带皇后的冠冕到他这里来。 他希望贵族门和其他所有人一睹皇后的美貌,因为他非常美丽。 但他们把皇的命令传达给皇后雅实提后,他却不肯来。 这使皇大法雷霆,怒不可揭。他马上跟他智慧的谋士们相议,他们通晓波斯的法律和习俗,他一向都征信他们的意见。 米母干回答皇和他的贵族们说,皇后雅实提不仅冒犯了皇,还得罪了帝国内的每一位贵族和公民。 各地妇女如果知道皇后雅实提不肯在皇面前露面,他们就会开始轻视自己的丈夫。 因此,皇若认为合议,我们建议皇颁布一道书面法令,成为波斯人磨马代人不可废除的法律。 请下令永远禁止皇后雅实提到涉西斯皇面前,而且皇应该另选一位给他更可敬的皇后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,抗命、认命与使命。 古代女人只是男人的缓物,毫无尊严,皇后也不例外。 当时的女人除了歌技和跳舞表演的都不会在公开场合露面。 涉西斯皇要皇后在饮到醉纷纷的男人面前亮相,等于将她视作歌技、母女是极大的侮辱。 在女人要绝对服从男人的世界里,皇后竟然大胆说不去,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。 皇后的谋士认为皇后违命,会使一般妇女喜而孝悠。 但涉西斯皇并不尊重妻子,豈不是纵容男人将妻子当换物,呼之则来,呼之则去吗? 以往女人没有地位,即使拒绝丈夫不道德的要求,也算是有罪,处境堪廉。 皇后雅实提抗命,结果被打入冷宫。 很多女人为了保障自己,甚至子女、家庭的幸福,只有隐气吞声。 事实上,大部分古代的女子都是认命型。 例如中国惨无人道的扎脚的习族,维持了一千年。 还有浸死女婴、纳妾、嫖妓、陪葬、精折牌坊等抑压女性的伤风败族。 女人都忍辱偷生,认命了事。 以撕帖的不平凡,就是她不认命,敢于抗命, 在没有得到邀请就善入内院到皇面前的人一律要处死。 的定例之下,她为了拯救同胞,竟然愿意冒死承担使命。 她的这种气魄感人至心。 抗命、认命和回应使命 我们对于临到我们身上的不幸,采取哪一种回应呢? 多谢你收听由和谐频道制作的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折禄字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天天亲近主 欢迎您在我们Facebook留下您的足迹。明天见,拜拜!